有句话叫 要美容先美心 就是你要把心情先变好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 譬如说像刚刚GG讲压力很大 心情很糟 或者是工作很紧张 其实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 就是皮肤的吸收效果会不好 对 所以其实我会建议 GG应该是要先做 一些舒缓的动作 就是解压的事情 喝酒 自己个人最近有一个方式 就是 就是修身养性喝茶 喝茶 我最近就是还蛮爱喝茶的 是 对 当然酒油喝一点 我今天只有带来茶要给大家喝 因为这是我最近直接 要笑 我很懂茶的 真的啊 我租了酒 其实我很爱喝茶 很懂茶 来来来 赶快去 而且什么时定要喝什么茶 今天我带来其实是那个 冷的 冷的 对 我今天带来是冷泡茶 谢谢 所以它是可以冷泡的 对 它是可以冷泡 当然你也可以那个热 但是呢 因为现在夏天嘛 是 好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用冷泡的 这个方式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茶 其实叫东方美人茶 大家有听过吗 有啊 大家有听过吗 其实东方美人茶就是白蚝乌龙 所以喝茶对皮肤好 当然 因为它第一个 它是可以帮你抒压嘛 因为里面有茶脱氛 还有这个儿茶素 而且重点是我们今天喝的这个 东方美人茶 它其实非常的珍贵 这个欣美姐应该知道 它可以算是台湾高级茶中的 高级茶 对 就是茶中之茶 是 对 因为它其实采摘非常不容易 就是它一年只能够收获一次而已 而且这个茶呢 在它生长的过程 必须被一种虫子咬过 叫做小绿铲 就是一种昆虫 然后那个昆虫咬这个牙 就是那个绿茶 就是那个茶叶的牙的时候啊 它的那个唾液 跟那个茶的酵素 就会起一些化学反应 然后就导致这个茶呢 里面的鹅茶素跟茶多酵 含量就会变多 那为什么一定要喝冷的 因为现在夏天嘛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喝冷的 好耶 谢谢 可是这种冷的话 是不是要先热的之后再加冰 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 就直接 冷泡茶其实就是啊 我们直接把茶包 因为我用的是茶包 就直接放在冷的水里面 真的啊 但是你放的时间要久一点 对 大概要放四个小时左右 它才会慢慢慢慢释放出来 所以像我自己的习惯就是 譬如说 睡觉前我先把那个茶包丢到水里 然后放在冰箱 可能早上的起床出门的前 我就把茶包拿掉 然后那个就是一个冷泡茶 冷泡茶它的优点呢 是在于因为它是用冷水冲泡嘛 所以它第一个释放出来 其实是氨基酸因子 所以你为什么喝起来会比较甜 对对对 所以它是冷泡茶的特点 它比较清甜 但如果你今天是用热水冲泡 它比较干纯 就是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茶碱 跟那个丹尼酸会比较多 如果你用热水冲泡的话 会比较色的 对 会比较色的